爛 聽說 你說你四更好 對 對 我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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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國豪也滿好玩的 但是因為宋國豪 好像就會覺得 他的表情就算沒有什麼挑戰性 宋國豪就比較 平常就可以 這樣 歡迎國豪 好 快來原來少斯哥分享影片了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好 歡迎來到 旅樂朝斯哥 斯哥 掌聲歡迎 等一下 什麼大 聽說 你是不是住在 婚人館 好不一定的 宋地鑽先生 不是 我住台南 我四更 你四更 我 爛爛 聽說 你說你四更 對 我 你爛爛 爛爛爛 爛爛 爛爛 你爛爛 爛爛 爛爛 就是這一次 請問剛剛出了什麼問題 爛爛 好 再給我一次 好 因為暖身 暖身 我們演舞台劇之前都要暖身 對 聽說 你說你四更 我四更 我 幹 你怎麼罵人 一罵人 掌聲賴莉莉 《劝勢三姐妹》的主角們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張芳瑜 我在《劝勢三姐妹》裡面 飾演的是宋國梅 大家好 我是演員張芹佳 我在《劝勢三姐妹》裡面 是飾演大姐宋國珍 大家好 我是呂晨佑 我在《劝勢三姐妹》裡面 飾演的是阿詩跟阿狗 兩個角色 真的好榮幸 你知道 從去年到今年 這個叫做 現象級秒殺級的音樂舞台劇 就是《劝勢三姐妹》 而且這票房太厲害了 真的 我們好功能 今年好不容易搶到票 真的比張惠妹還難搶 好 不可能別人 都大牌 都很麻煩 而且你知道搶到票到那一刻 你就 真的 很開心 我上面有買票是要 對準中原標準時間 12點整 那種倒數5 4 3 然後趕快按下去 有沒有 沒錯 對 這個劇《劝勢三姐妹》 很多觀眾可能還沒有看過 誰來幫我們給觀眾一個 輪廓告訴我們 《劝勢三姐妹》 到底是一個什麼一張舞台劇 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 那我們就請陳佑來 介紹一下 大姐很厲害 劝勢三姐妹這個故事 就是大姐 她為了要找家裡的地契 然後她就回到雲林湖尾的 她的老家 然後再回到她老家的過程當中 因為她的弟弟跟妹妹 他們兩個就偷偷 就是跟著姐姐回去 然後呢 一路上 他們就捲入了一場 遺產的糾紛 就是當地的一個王家的遺產糾紛 最後才發現 他們當時附在逃走的爸爸 其實跟她的兒女們 就是有很強的關係 大姐國珍呢 告訴觀眾 她其實就像一個老公主 姐姐要父兼父職 父兼母職 她要面對很多壓力之外 她對爸爸有一個很重很重的怨念 因為他們從小就帶著弟弟妹妹 離開家鄉 然後又附在 在這個劇的結尾才跟爸爸 把這個姐姐開 如果有看過這部劇都知道 就是在最後的 結尾的部分 其實很多觀眾是淚流滿面 聽說上半場會一直笑 在下半場會一直哭 你上半場笑得有多開心 下半場就哭得有多難過 那時候我進場的時候 他們門口都會放面紙 抽取式面紙 然後我還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放完上半場的時候 我還跟我朋友講說 哪裡有哭點 沒有 上半場超好笑的 下半場 他們羨慕的時候 我還在哭 哭到走出去都還在哭 抽取式不夠 沒有辦法 就一個人要一整包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有觀眾就是 在他們的座位前面 放了一盒衛生紙 然後他就哭 就往前抽 拿起來抽 對 而且我覺得這部劇 很特別的是在於 導演跟編劇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做甜調 因為在我們台灣的 傳統的殯葬文化裡面 比如說 有些是 我們去送別的 這些長輩或者是離開的人 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儀式 但是這些儀式已經 慢慢慢慢地失傳了 對 而且這個儀式已經 現在很多年輕人應該不知道 對 寶寶寶寶寶魂的這個儀式 現在都火化 對 很快 法會都幾天就結束了 那種傳統的殤葬儀式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見了 可是沒有想到這樣的劇本 深深受到大家的回想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我覺得很感人的是 編劇章傑他 為什麼會想要寫千王的這個議題 是因為他小時候 看他阿公的告別式的時候 他印象很深刻 他就看到好幾團 然後有這個文化在 對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這一個元素出發 去架構出整個故事 其實我在這之前 接觸這齣戲之前也是 不認識千王文化的 我們因為跟老師 風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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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公泛老師學了千王之後 我們才知道 其實小潔在劇本裡面也透露出 這個文化它一直在消逝 然後他也藉由國貞的這個 角色的台詞說出 其實我們家小時候 就是在做千王的 然後我們小時候 會被同學瞧不起 因為大家會覺得 你們是做這個的 很不好 然後有時候甚至嚴重到就是 要來買東西什麼 老闆都會給臉色的那種 所以 我覺得這故事會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家裡的困境其實 滿大的 我們做千王小時候就 已經會被同儕欺負 然後妳又更辛苦 爸爸又不在逃走 然後我只好帶著弟弟妹妹 一起打拚生活 對 然後所以才會看到開場的 七字的國罵歌 對 所以那國罵不只是罵 他應該是釋放出 國真的一些心理的壓力 對 對不對 在宣洩 這個角色一定是承載的太多了 他已經不知道還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宣洩的時候 他在開場的時候 一看到爸爸的靈魂 然後就大罵 就大罵 對 剛剛有講到這個劇情 都跟這個CAMONGUA有關 聽說你們在演的現場 以及彩排的現場 好像很熱鬧是不是 有些觀眾說 有些觀眾說很擠 CAMONGUA的老師還慢了一拍 才跟你們講這件事 有這件事嗎 在跟老師學籤王的時候 然後 就是前面已經排了多久了 因為我們從獨具就開始 就開始被承載了 然後這些台詞都是有能量的 有吸引力的 實際用到的開光咒 然後所以一直到 我們大概年紀兩年了 一年多 對 練了一年多了 結果某一次跟老師 就是面對面 然後學動作的時候 老師才突然跟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寫一個紅紙 寫說那個 帝子息咒 鬼魂莫貞 我們說鬼神莫貞 我說沒有 什麼東西 然後老師才驚覺 他沒有跟我們說這件事 什麼 他說你們不覺得 跳得跳旁邊很多東西 很多人 很擠嗎 你們不覺得這教室很擠嗎 大型的招齡現場 對 我們就說 老師 我們跳一年多了 你現在才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就說 可能我們一開始都念得 亂七八糟 所以可能 不見鬼 鬼神一看就知道 這個在練習 不專業 對 所以以後大家的履歷 可以多加一條 就是招齡 OK 專業戶這樣子 但是其實 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是2023年 去年被看見 但是其實中間 他們也經歷過疫情三年 對 也很辛苦的這個階段 對不對 可是沒有想到 其實真的真經不怕火鍊 因為我那時候 好像是聽導演 還是誰講說 第一場演的時候 票沒有賣完 但是第一場演完之後 第二場以後的就秒殺了 很多年輕人 原本都不知道這個文化 對 但是因為看你們的戲之後 才慢慢的了解 其實Kamon 瓜的這個文化 是從台南發源起 對 然後比如說可能每個商家裡面 都是有女兒或女婿 就會來負責這個Kamon 請 對 請 那幾個女兒就要請集團 然後互相拼來拼去 大家會覺得 以前台灣的商場文化這麼有趣 就是一個 很特別的儀式 對 聊完這個劇的輪廓之後 我覺得對每一個角色 我都覺得很有興趣 比如說像阿狗這個角色 因為它是 也一人分式兩角 對 所以其實 一人分式兩角會不會很難 因為你會不會轉換不過來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會有一點昏頭轉向 是 但是就是會覺得 我現在是要演這個 比較呆 因為我演了兩個角色 阿狗跟阿塞 阿絲跟阿狗 他一個就是很活潑外向的 一個雙胞胎老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很木納 然後很固執的一個小弟這樣 那這兩個角色 在 我覺得後來呢 在慢慢在讀劇 跟在演戲的過程當中 找到這兩個角色其實是 只要follow他們的文字 就是 劇作家寫的文字 其實慢慢的 他們那個角色的形狀就會越來越明顯 然後我覺得就越來越有幫助 每一次演都一樣嗎 還是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自己會偷佳一些或什麼 現場的臨時狀況 每一舞台劇有很多狀況對不對 就是Live Live難免 對 每一次演當然都是不一樣的 每一次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有沒有最印象深刻是哪一次 不要逼我講這個 想聽 就是我 有點臉紅 對 瞬間 他瞬間有狀猴 好狀猴 好狀猴 因為就是 演出就是很Live 然後就什麼可能都會發生 於是呢 我就演出了第二場 然後就發生了一個危機 就是假髮事件 但是我覺得這個假髮事件 不是因為只有我而已 就是還有我的好夥伴 對 有 當事人都在這邊 有他的幫助 對 讓我變得中了成功 他有幫你嗎 他笑出來 對 對 阿絲其實就是 大反派 國貞那時候被綁架了 被阿絲綁架了 大姐跟那個弟弟 小弟 對 然後我們其實在場上是 有生命危機的 然後 阿絲那時候就走進來 然後阿絲就餓狠狠地 回了我弟 先揍了弟弟 對 然後我那時候很緊張 因為我還在角色裡面 我就很緊張說 宋國豪 你有沒有這樣 你有沒有這樣 然後結果我一抬頭的時候 我就看到 阿絲怎麼屁股面對我 然後用一個很不尋常的姿勢 在這邊彎腰 然後結果 我那時候就想說 不對勁 一定有事發生 因為他那個 結果他起來之後 還喬了一下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先聽到 前排的觀眾在偷笑 我本來想要忍住 我就想說 不行 這情況太危機 但是我 我越想 就覺得越荒謬 就覺得 他要殺我的老大 假髮掉下 我 怎麼沒有了 然後我聽到前面的觀眾 已經開始笑 我就忍不住 真的 忍不住 然後我忍不住之後 我所有的台詞我都講不出來 因為我只要一講 我就一定會 因為我的台詞是 阿塞 你要是感動 我們家 對 他就變成這樣 但我可是很敬業的 我就是看他再也都講不出話 之後 我就立刻把他接下去 就說安裝 然後我就講我的所有的 剩下所有的獨白 而且他還喬臉一下 安裝 喬一下安裝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笑出來 超帥的 BONUS BONUS 很好 我那時候只能做一個選擇 就是趕快把頭埋回地底的 順利 頭都一直這樣子 我們整段影片就是有釋放在 劇團的社群 IG 對 大家如果看完全是的話 想要看一個小彩蛋的話 可以看 這個彩蛋太棒了 國娟有嗎 我們一樣是綁架那一場 你看那個綁架場 好危險 那是生死教官這場 還有第三個 被一起綁架進來的 無辜的立親阿姨 她突然想到 她身上有帶手機可以求救 所以達人就幫我們設計 我們的動作是 我跟弟弟被反綁 所以我們要一起跳 跳到阿姨那邊 然後要想辦法 把她的手機藏在胸部那邊 然後要把它咬出來 但是有幾場是認真的就是 那個手機很淘氣 她一直在阿姨的身體 這樣子 亂跑 他們就在那邊咬 一直咬 咬到我直接笑出來 我就說 妳也快點啦 直接在場上笑場 我好像有一個 就是也是 因為我們常常劇裡面 有很多台詞都是會那種 噼哩啪啪啪啪啪啪啪這樣 然後也是 也是他們被綁架的那一場 然後我去警察局 要跟警察 警察姐姐說話 叫他們去救她 然後我要跟她講情境的時候 我就講一大招 那個誰誰是怎樣 然後她講到一半 我就舌頭開始打劫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說 再給我一次機會 反應好快 剛好那個情境是符合的 因為妳要跟警察講 所以妳要叫警察 再給妳一次機會 對 剛好很順 很順地講一次 很棒 她那招好長 好仔細 是一個繞口令 而且國美她這個角色 因為我今天看到她本人 我嚇到 因為在舞台劇裡面 她其實是胖胖的 對 所以妳要穿很多厚重的衣服嗎 我是 裡面有 我有穿假胸部 然後假肚子 還有假屁股 真的喔 對 她本人很瘦 對 那時候我想說 因為她剛剛這樣走進來 我想說這個是 我還約 宣傳還住 妳的這個角色在劇裡面 剛開始 跟後面其實反差很大 妳要不要跟觀眾分享一下 妳怎麼揣摩這個角色的心意 好 就是國美她其實就是 三個小孩裡面中間那一個 那中間那個通常就是 比較容易被忽略 然後常常說話沒有人要聽這樣子 然後所以她平常可能也不太敢表達 自己的意見這樣 可是到了劇的最後面最後面 她就是最後把終於勇敢 因為在很危機 姊姊跟弟弟被綁架的時刻 很危機的時刻 終於把她心裡享受的話都說出來這樣 對 然後這個角色其實 我覺得跟我沒有特別像 因為我在家裡我是大姐 我是那個很兇很麻煩的 這樣會被騙人 還有兩個弟弟是雙胞胎 我從家裡欺負他們的 還講得出來欺負他們 我有在懺悔的 沒有 妳要說因為大姐的壓力很大 對 妳要幫忙管教 對 沒錯 長歪了怎麼辦 對 所以因為這個 我剛開始其實在排練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小弟就是那種 很兇的那種 演小弟的角色 然後他就是很常會兇 我真的是有時候會嚇一聲 會瞪他的那種 然後我想說不行 我要客座 那妳是不是好二 妳是不是好二 不能粉色演出 對 所以就開始就先 稍微有隱忍了一陣子 後來才慢慢習慣這件事情 那大姐呢 大姐妳覺得妳在這個角色當中 妳覺得最困難的點是什麼 一開始接下這個角色 最困難 因為我不是台語人 所以台語對我來說真的是 太陌生了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在讀劇的時候 是有觀眾的讀劇 一樣也是情況很危急的時候 我已經台語講到 因為如果比較陌生的語言 我是比較沒有辦法現場 為了台上的狀況反應 然後我那時候 也有點像宋谷美一樣 我那時候已經 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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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講到 不知道在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說 我有一次讀劇演出的時候 講到最後已經變成這樣 是 大家知道他們的台語老師是誰嗎 是我們演藝圈的大前輩 對 對 這樣的味道這些 就是Pong有指導的 Pong是一字一句地念給我聽 天啊 所以我有點像是在記一首歌的旋律 是 我們就這樣子 難怪我們有一位同事 講台語也很像唱歌 有 靠這樣子慢慢地把這些 台詞熟練的 我想問一題就是觀眾看不到的 你們通常衝到後台之後 就是會有人幫你們快速換裝 還是你要自己換裝 我有一次看到它的快換是超精采的 在側台看到 它是那種一下去脫 然後而且 因為它是連身褲 所以它就脫在地上的那種 然後人家幫它換這樣 它是整個地上這樣走一圈 我知道 大家有看過冰雪奇緣嗎 咻 就換好了 這樣子 超強的 然後我有一場就是 然後我有一場是要在舞台上換 就在演出當下的就要換 那也很好笑 對 就是我有一場就是 我會從阿絲換成阿狗 再換回阿絲 就一瞬間 好累 然後我就在場上 天啊 就那場也曾經有一個危機 就是我換太久了 然後我出不來 就全世界等我 然後還有連他都要等我 我那時候已經沒有台詞了 那是歌的尾聲了 然後我真的在前面等了太久了 我就直接說 阿狗 我還沒等你多久 妳是說媽狗牛牛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亂講話 媽狗牛牛 那為什麼那次換比較久 因為那個時候 通常那個時候已經跳到 全身都是汗了 然後那次我的衣服黏住了 黏住了 我本來不應該把我的襯衫脫下來 可是一脫就整件都被我拉下來 他把兩個角色都脫下來 我把兩個角色都脫掉 但他還是要留一件 對 那我還要留一件 所以我要再緊接把另外一件穿回去 各位觀眾這就是 很不簡單 舞台劇最好看的地方就是 每一次其實都有點不一樣 他們的挑戰每一次也都不一樣 對 就是我們在台北長大 可能要注意每一個細節跟環節 沒有 全台灣有 北中南都有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突然聽見大姐說 阿哥 你是好阿伯 然後全場搭開一起說 好阿伯 好阿伯 全場一起互動 那我很好奇就是 這個劝勢三姐妹的角色當中 你如果除了演自己這個角色之外 你有沒有想過說 其實那個角色我也好想挑戰看看 我應該會想演大姐 我就是 我可能看起來就是那種很乖 所以大家不會把我 把我跟這個角色聯想在一起 對 加上其實我平常不怎麼講髒話 因為本身就大姐 本來就大姐 有 我不講髒話了 你這樣講好像我每天都會來 好 好 你上中整個歷史 是嗎 對 那國貞呢 我有兩個想挑戰 我一個是想要挑戰宋德鎮 因為德鎮要演爸爸跟媽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的調性是 在演技上是可以備受考驗 對 再來是我也想演大伯公 因為大伯公其實滿難的 他是掌握了整個戲的節奏 他比較像說書人 對 然後最有趣的是 中場前的那一場 我們要去醫院 舊大伯公 然後那個場景也是很荒誕 很荒謬 很有趣 你會覺得說怎麼可以變成這樣 對 所以我就會很期待 如果我自己去演大伯公 應該會很好笑 對 我應該 想演宋國針 如果可以演宋國針的話 我覺得演員都會想要演宋國針 就這個角色太紮實了 而且是一個立體的角色 對 然後他又需要很強大的耐力 要真的來上三個小時幾乎沒下場 腳會斷掉的那種 對 所以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演的話 我當然最想要演是宋國針 但如果以就是 一定要是劇中的性別來選的話 我應該也會選大伯公 因為大伯公很好玩 竟然沒有人要挑戰國豪的角色 宋國豪 宋國豪也滿好玩的 但是因為宋國豪好像就會覺得 他的表情就像沒有什麼挑戰性 沒有 沒有 還好 還好 宋國豪就比較 OK 這邊會上他的大頭 對 沒有來沒關係 我們歡迎國豪 歡迎 為什麼 我知道他可能他要變裝 對 其實他這個角色也是 他讓跨性別 在這個劇中也被看見 所以說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 舞台劇 音樂劇也走得很前面 對 這個劇演到現在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一定得到 你們一定得到很多觀眾的回想吧 有沒有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觀眾給你們最感動的 有沒有 其實有聽過觀眾在 國美的那一首 就是大哥 就是跟姐姐 姐姐 姐姐 說我們都是這一家的時候 有觀眾在那邊哭的 因為他就是關於家人的情感 這件事情 然後他情情真的是 就是大家真的是最會被觸動的 最觸動的那一塊 而且基本上我記得我當初 第一次看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也是落淚 真的 我覺得這首歌很感人 對 他終於勇敢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對 而且我覺得小潔 編劇小潔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抓到了一個特性就是 可能每一個人面對自己的家人 反而是最不敢把真心話說出來的 沒錯 對 有可能都是報喜不報憂的 沒錯 然後有可能 明明都是很愛對方的 但是其實 我們平常表現的方式都是很尖銳的 對 三姐妹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大姐明明就很愛兩個弟妹 但是大家卻要用很硬的方式來衝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戲 可以一直感動到這麼多人的原因是 我們都可以在這家人身上 找到很多我們原生家庭的一些 關係跟面向 會有一些點會 你會覺得好像是在投射自己 我很像曾經也這樣過 對 家人的氛圍很像也是這樣過 對 對 真的 我覺得最有印象的一個是 有一次觀眾跟我們分享說 我來看戲的時候 底下很熱鬧 觀眾很熱鬧 台上也很 上面 天空上也很熱鬧 他說屋頂的部分 對 對 你講的是這個嗎 對 對 我瞬間 而且他媽媽有說 我還有幫忙大家做分區跟分區 可能因為太多人來看 他是糾察隊 所以有提醒大家 OK 提醒大家要好好排隊 A區的在前面 B區的在後面 我們那時候就有說 那要是如果天上的爺夫一些票 票的話 這樣 你知道演藝圈有一個傳說 就是那支MV 如果出現了那個飄飄 那個MV就會大眾 歌手也是 如果那首歌在錄音的時候 錄進去飄飄的聲音 它就會大眾 所以我覺得這部舞台就會大眾 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 我們有在側台 有演員在拍我們台上 正在演出的時候 快換 在拍快換 對 影像有 看到不明的閃爍 很棒 我覺得大家都是懂戲的 好不好 對 不管是哪一個界 大家喜歡 大家喜歡看戲 大家都喜歡看戲 陳佑有沒有聽 印象深刻最好的反饋 整個反饋的話好像是 可能是我爸我媽吧 家人 因為我爸我媽 他們也是常常來看我的演出 然後也會 但是通常都不太會說什麼話 是 就是看完就 看完就離開 對 在這次看完的時候 他們就有說 就是來 陳佑來 我們要跟你拍照一下 你認識一下 旁邊我們這次帶來很多人來看 這些很好 都是阿姨什麼的 打招呼自己的很棒 大禁服 日節公 然後要把我就是這樣 極力地推薦給其他的親戚好友們 表示他們覺得很驕傲 對 家裡出了一個這麼驕傲的兒子 很厲害 相關的演出訊息 在哪裡可以查得到呢 在我們耀眼的粉專 或是IG上面都可以公佈 對 耀眼的粉專 IG上還有那個阿狗的影片 都在裡面 對 對 好不好 希望大家看過的可以再去看 沒有看過的一定要去看 這是一部真的很棒的音樂劇 及舞台劇 那娛樂超市哥要謝謝三位了 謝謝 謝謝 娛樂超市哥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趕快進來看 看劇